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几岁写下来的 充满着一种 可以说是一种青春的朝气 洋溢的生命力 已经显示出非常高超的写作艺术 比如说习基 也许最早的都是最早的发表的一篇 短篇小说 是以志愿兵的口吻写于1852年 他24岁的时候 应该说在这个作品中 他已经开始把握到勇敢的含义 这个就是说 你发现真正的勇敢是什么 这个可以说是在 可能是要有一定的亲身的体验 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也使他能够体验到这一点 因为他开始的时候 他其实有不少是军事作品 他本人也是非常勇敢的 经常冒着生命危险 参加战斗 或者是猎雄等等 有时候也遇到一些危险 那么他对勇敢的定义 在这个小说中可以看到 勇敢不是等于无畏 勇敢并不是无畏 不害怕 无所畏惧 不是的 其实勇敢是一种 怕应该怕的 但是不怕 不应该怕的 或者说 你命力要承受的 要正视的 也就是说 不是从任何其他的东西 虚荣心啊 好奇心啊 性知识 别的什么 冒生命的危险 而是从某种责任心 使命感 去面对危险 所以这个倒是 从哲学上看 你像柏拉图也曾经表示过 类似的思想 老子也说过一句话 叫做什么 勇于不敢 不就要勇于敢 也就是要勇于不敢 所以在这个作品中 那位年轻的 其实很招人疼爱的准备 年轻军官阿拉宁死了 就像战争和平 也有一位叫少年 比加一样 在敌人已经败退了 那是相当于那种 不是追击战 它是一种阵地这样的 他非要去追击 敌人结果被打死了 受了致命的伤回来 结果就死了 而老兵 看着他受了致命伤回来 就非常郁郁地说 他什么也不怕 哪能这样 别人问老兵 你难道怕 老兵攒定器里 那当然了 所以在这个作品中 真正勇敢和成熟的 其实是有位大位的 叫大位的军官 他身上好像没有多少阴气 阴雄的那种气感 但是很朴实 很真情 很节俭 当志愿民问他 为什么在危险的高家 所复役的时候 他说 我在这里有双倍的金水 我可以养家 可以养家 这对我们是很有用的 其实勇敢的艺术 也是恐惧的艺术 就是他知道要怕什么 不怕什么 知道什么 必须面对的 你像古希腊的悲剧里面 或者说历史著作里面 你可以感觉到这一点 有些真正的勇敢 不是追击 不是最突出的 表现在追击里的 或者肾脏的 表现在什么 比如说撤退 苏格拉底就是这样的 苏格拉底的勇敢 就表现在他 在撤退的时候 他非常镇定 甚至救过好几位人的命 当敌方看到他那么镇定 走在最后面 也有所畏惧 也不知道他到底 他首先表现得非常镇定 甚至有时候勇敢表现在 或者更多地表现在 一种反战 或者对战争的 有所保留的态度 你们最近看了一个叫什么 叫什么 是不是叫血战刚距离 是不是 那个他不愿开枪的人 他其实是更大的勇者 他为此要承受 战友的不理解 心只是挨揍 被视之为胆小鬼 但是你看他最后救人的时候 就是想着再多救一个 再多救一个 一次一次的反应 我记得以前还看过一个澳大利的一个影片 还是蓝飞的一个影片 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 就是里面一个年轻人 他处于他的某种正义 还是宗教的信念 他反对那场战争 因此进入了极大的压力 不光是年轻的同伴 都说他胆小鬼 那包括政府啊什么那个 压力都很大 之后他泪流满面地 跟一个老人说 我真的是胆小鬼吗 老人能够理解 就是说你不是 你比他们还勇敢 我知道你要承受什么 所以有时候的勇敢是一种 虽千万人 无妄语 就像孟子说的 虽千万人 千万人都是主张这样 都走这条路 但是你可能跟他们走不一条路 或者甚至逆向而行 那你的勇气更大 所以当年慈威格 慈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面 写的第一次大战 世界大战发生 这个刚开始的时候 爆发的时候 正好才在欧洲旅行 包括在不同的阵营 敌对的阵营 在国家旅行 你在每个国家都看到 大家一混填膺 参与这场战争 然后呢 就是觉得对方是十二不赦 自己是代表正义 当然还有一个天真的想法 就认为这个战争 圣诞节以前就能结束 就能回来 结果呢 这个战争就像绞肉机一样的 欧洲的差不多 年轻的一代 甚至相当精华的一代 都给杀死了 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 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直在英国 到最后 到为什么会出现绥筋政策 因为有一战的惨痛教训 你都反战 牛津的 剑桥的 遇到这个 当然前一期不久都很反对战争 但是英国人有这样一个特点 反对归反对 一旦不可来临 不可避免的来临战争 他也能够承担 非常镇定的承担 就像我们有时候看 这个战争的废析中 有个英国人 正捧着一本书在看 好像有这么一张照片 你就是佩服这个 英国人的那个 镇定自落 就是说这种勇敢 就是说 它表现成多个方面 有时候在战场上 有时候不在战场上 然后首先就是说 我们说无畏并不等于勇敢 冲动 有时候更不是勇敢 我忙的冲动 我更不是勇敢 当然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 你必须冲出去 你必须站出来 这同样是一个 为此你可能平时 就要做好冒动 但不要有这样的 自己不站出来 就会后悔终身的时空 不一定遇到 但是也可能遇到 那么这个勇敢 我觉得在这里就是说 在这个小小作品里面 包括他后来的一些 居士作品 已经有所反映 什么是真正的勇敢 我们再说他的 另外一个短篇小说 叫《台球房记分原笔记》 这部小说 这个短篇 构思布局 使人想起鲁兴的孔毅集 在一个店里 一个以他的视角 来描写的 好像一个火鸡 一个角色在那写 写一个经常来这里的 场所的 没落者的悲剧的故事 就是说 他看到一个富有 和英俊的贵族青年 因为身陷进 赌博的恶习 最后穷途潦倒 不能自发 终于自杀了 赖人寻味的是 他最后写下的 《银言》 他在其中说 我并没有败坏名誉 没有倒月 没有犯人和声 可我的所作所为 比较更坏 我毁了自己的感情 自己的智慧 自己的青春 这里我们是 这个小说 反映出什么问题 刚才我们说的勇敢 独立 那么这个小说 其实是 你可以隐隐地感觉到 一种什么吗 作者是 在暗暗地 推荐一种 什么样的德性呢 就是 顽强 坚韧 就因为赌博 输了 就自杀 是吧 所以你有时候会觉得 有时候 很奇怪 有的人不怕死 宁可自杀 但是他觉得 这些烦恼 这些痛苦 好像比死都可怕 并不是不怕死 就什么都不怕 并不是不怕死 就一定不是落夫 这个年轻人 即使在写《银言》的时候 在面对死亡的时候 他还是在 用别人的眼光 来看待自己 他现在想象 明天棺材外 僵尸以后 什么情景 人们将怎样 议论他的死 以至他不能不绝望 让他教导 人是不可理解的创造 就这个时候 他还会担心这个 忧虑 那个 但是他 却不害怕 死 当然你也可以说 他有某种勇气 但是呢 这里我们可能说 更重要的是 顽强 坚韧 坚韧地活着 常常比赴死 更需要勇气 如果他一旦不死 或者过了这个阶段 他会觉得他以前的念头 是很可笑的 就为了这么一点事 就自杀 而且还有一点 这一点可能也是比较悲哀的 但是也就是如此 一个人的死 一个人的自杀 经常 当然可能是因为他自己 忍受不了 而且我们对死者 也应该尊重 他可能有些 我们都不能够 完全体会到的 某种压力 烦恼 甚至仍然可以说 不视为有某种勇气 尤其是有一些自杀 为了荣誉 为了什么 你像过去 经常有 比如说 一位军舰的舰长 他为了保护 一场无望的战斗 他的士兵的生命 他决定打起白旗 投降 但是他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 他自己承担 但是让这个舰上的士兵 可以生怀 哪怕是作为葫芦 这样的自杀 他是有他的某种责任感 某种内 性的某种尊严 但是因为个人的原因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 那无论如何 我们觉得很需要 蛮强的 坚韧的活下去 另外 你的死 其实在别人里 引不起多少恨人 引不起多少议论 很快就可能过去了 现在别议论者 说说你最不想听到的话 觉得很不值 现在觉得这么傻 然后最可能的 就是很快望去 就像一个小石头 掉到水里 你以为能够 引起很大的波澜吗 不会的 现在如果想到这一点 你应该珍惜你自己的生命 也许只有你自己 最应该看重你自己的生命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其实 有时候说起来有一点 倒是这一点 更像是中国人的传统智慧 就是不管怎么样 要顽强地 坚韧地活下来 下面我们还要谈到 就是说 刚才我们谈到了战争 这个 军事小说 就是比较早的 影响 很大的作品 托尔斯坦 就是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 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 他那个时候 就是作为一个 一个军官 而且是一个 领保的一个指挥员 在那里参加震动 那却是那种战争的真实性 在他的作品 是被反映出来了 就战争的真相 不是秩序锦燃 美丽雄壮的队伍 军号声嘹亮 战鼓咚咚 军旗飘扬 骑着骏马的将军 列队整齐的士兵 这不是战争的真相 战争的真相 是战豪滥泥尸体 他在这个小说中 他在这个 也可能算一种 报告文学吧 写出了这个战争的 真实的情境 所以在那种战地战争中 他的勇敢 更多的表现为一种 忍耐和坚持 作者还写到了 就是那种战争间隙中的 双方收集自己几方 丢在这个两军对阵之间的 荒野上的尸体 约好一个时间 双方和平地来收集尸体 这个时候你发现 上千的士兵在那里 互相打招呼 微笑 甚至交谈 但是不久回到各自的战地 还是要互相杀戮 而且他写的 经常写的就是那种 在那种三野 简直美丽的那种自然 美丽的自然 在他的军事小说中 经常会写的突然 有一种新陈强烈对照的 前进的 美丽的大自然 来对比战争的不自然 比如就在《西纪》里面 他这样写道 难道人们在这美丽的世界上 在这无垠的星空下生活 会感到几个方呢 只能你死 我活的 去争夺生存空间 难道在这迷人的大自然中 人的心里能够留存 愤恨 复仇 或者会把同胞 灭绝不可的欲望吗 人的心里 一切不善良的东西 在接触到大自然 最直接地体现了 美和善的大自然的时候 似乎应该荡然无存 就那一切不善良 恶意 恶的东西 但是恰恰在这样的时候 在这样的地方 经常爆发大规模的 流血的冲突 死伤千百万人 当然这些 在战争与和平 在等于这些作者 就有更强烈 更鲜明的反应 当然一方面 作者他也是有一种 俄罗斯的那种 民族的爱国主义 但是他也有跳出 某种战争参与方的 某种思考 比如和大自然的对照 和他的残酷的 真相的观察 优优独播放